她是马景涛最爱女人,也是曾国成最想挽回的女人。美艳盛中立体,但52岁仍几惨单身度日。 娱乐圈有一些女明星,她们从来没有大红大紫过,但在某一部戏里面惊鸿一瞥,就让观众深深地记住她们的美貌。 像小李飞刀里的金红仙子鱼飞红。 像于美人里的金牡丹孙丽,少年天子里的乌云珠或思艳,人龙传说中的小鱼圆结营。 陆迪记里的翘阿柯两小兵,宝莲灯里的嫦娥严丹臣。 这些女明星都没有红到一线,有一些甚至已经被遗忘,但她们曾经塑造的角色永远都是经典。 今天要说的这个女明星,年轻时有助出众的美貌和气质,性感火赖的身材不输公认的性感女神中立体。 咆哮教主马景涛曾说她是她这辈子最爱的女人,如今的她已经被观众遗忘,52岁依然没有人去独守空归,令人唏嘘感叹。 余力,还有人记得这个名字吗?刚出道时候的余力,还很青涩。 谁能想到这样一个清纯内向的女孩子,以后会成为性感美艳的女明星余力最开始是舞蹈演员。 后来受伤,舞蹈梦也因此结束了。在朋友的介绍下,余力误打误撞地进入了影视圈。 刚入行的时候,拍了26个姑娘,傅雨姿等几部戏,但都没有太大的动静。 1985年,余力被调到了竹江电影制片场,才正式成为一名真正的电影演员。 余力演艺事业的早期,一直都在内地拍电影,不过始终没有大红大紫。 1987年,徐安华导演武侠剧《书建恩仇录》中,余力饰演玉如意一角。 则片制作《精良》,88年在香港电影《金像》奖中拿到最佳影片、最佳导演、最佳男主角等多项大奖。 1989年,由郎嘉玲、梁玉锦、陶泽如等主演的电影《寡妇村》拿到了十二届大众百花电影奖的最佳故事片。 余力也评级《爱来一角》提名《最佳女配角》,可惜最终败给了拱力。 1990年,余力作为女一号主演了珠江电影制片场的《冰上情火》,在片中饰演赵雅仪这一角色。 余力和刘德华天子门生剧照。 余力的演与事业高峰是在到港台发展之后,拍完《冰上情火》后余力就到香港拍电影了。 91年就拍摄了《天子门生》、《离线枕边人》、《猛鬼入侵黑社会》、《监狱风云2》等四部电影,开始打响自己的名头。 95年,余力和《黄秋生》、《吴启华》、《梁思敏》等一起主演了《港片街坊差人》。 在里面有大尺度的演出,这部戏也是她转型性感路线的代表作。 和电影相比,余力在电视影评上的成绩要更好一些,她的古装扮相美丽又大气,成为备受观众喜爱的古装美人。 1995年,余力在《清高青天》、《峡谷神算》中饰演的是鸣鸡雪,美貌令人难忘。 认为余力古装扮相最美的一部戏就是《97年纪众计壮原彩》里的《龙成钢》,既致美貌不输很多熊摇女郎。 1999年,林志颖和苏罗鹏主演的古装剧《绝代双胶》在荧幕热播,创造了超高的收视率。 1999年,林志颖和苏罗鹏主演的古装剧《绝代双胶》在《绝代双胶》里扮演一花公的大公主姚月,有助绝世武功,也有助铁石心肠,让花无缺和小鱼儿兄弟自相残杀,甚至害死了自己的妹妹。 1999年,林志颖和苏罗鹏主的《绝代双胶》在《绝代双胶》里扮演的《绝代双胶》,她试演的《绝代双胶》公主真的是小时候的回忆啊。 1999年,这个角色让观众恨得牙痒痒,但也记住了余力,腰跃也成为余力演一生牙最红的一个角色。 2000年,由赵文卓,蒋琴琴,王燕等主演的电视剧《清河绝恋》播出。 这部戏虽然没有大火,但也算一部经典的好剧,余力在里面饰演的角色是《行寡妇》。 余力另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角色就是2001年一部古装神话剧《天地传说之宝》连灯的《三圣母》,这部戏云挤了郭靖安、林志颖、沈奥军、陈明珍等众多明星,当时也创造了很高的收视率。 余力饰演的《三圣母》,温婉却不时坚强,敢爱敢恨,追求真爱。 余力一度消失在大众视线里多年,2014年在杨幂担任制片人的青春偶像剧《威时代》里饰演画梦军这一角色。 虽然年过50美貌不及当年,但风韵有存气质依然非常出众,多了几分优雅。 余力的生命中有一个男人带给他缠绵翡色的爱,也留给他刻骨铭心的痛,那个人就是江湖上人称豪笑叫住的马景涛。 说到马景涛的情史,用一箩筐形容一点都不为过,绯闻地不说,光有名有姓的一只手都竖不过来,其中也不乏女神级的女人,一个是田丽,另一个就是余力。 马景涛和田丽1995年分手,后来马景涛在拍摄《高青天》的时候认识了余力。 当时的余力在台湾还普红,媒体认为余力是借助马景涛炒作,其实余力出身不简单自己也不差钱,根本用不住拿马景涛来炒红自己。 在开始这段恋情之前,余力的朋友曾劝他考虑清楚,但陷入爱情的女人都是盲目的,余力义无反顾投入进去。 马景涛对余力也十分好,曾发誓为他借酒,更表示这辈子最爱的三个女人,一个是妈妈,一个是女儿,另一个就是余力。 但两年后,余力向马景涛提出了分手,因为两个人一年十二个月一直都在忙,据事离多。 而马景涛当时视野正红,余力也不可能让他为了自己放弃事业,所以只好忍痛割爱。 这段恋情其实挺可惜的,无论是对余力还是马景涛打击都非常大。 如今,马景涛已经找到了真爱吴嘉弥,有两个可爱的儿子,而他曾经最爱的女人余力依然离个人。 余力的生命中除了马景涛,另一个值得一说的男人就是曾国成。 曾国成当年和余力的恋情真真假假,有人说是经纪人丑作,但这段相差五岁的姐弟恋最终没有结果。 2001年,曾国成被导带父母到香港和余力见面,两个人感情稳定,台媒更是爆料半年内会结婚。 但不久余力却发表声明因为曾国成太夸心决定和他协议分手。 尽管曾国成努力挽救这段恋情,最终还是没能挽回余力的心。 后来,曾国成发生了白嫖事件,形象跌入谷底。 05年,曾国成和小九岁的女友Kate结婚,当时还表示会邀请前女友余力来参加婚宴。 余力不是那种没得让人惊艳的女人,但很耐看很有气质,在荧幕上塑造了很多古装美人,虽然没有大火,但也有一些观众记住了她。 她深爱过,被宠物过,也受过伤害。 希望这个美丽性感及一身的女人能找到自己的好归宿,好女人值得被爱。 小编觉得到了52岁仍单身度日好惨啊,也许是以前伤得太深才这样。 希望她能找到自己的幸福。